夫人 有客人来了 这不是小堂吗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来看看夫人 还拿把花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不是看着高兴吧 对吧 你留着自个儿看吧 我可细心不起来 夫人得洗心起来啊 要是就为离婚这点事郁闷下去 那就不值了 到时候身体垮了 日子一团糟 何苦呢 人生在世图什么呀 男的图的就是出人头地 女的图的就是荣华富贵 您的身份 您这生活 您洗心不起来 那别人还能活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别委屈了自己 离开了一个过气的王爷 不是什么坏事 一片新天地 新生活 正等着您呢 您想想 想什么呀 您可以重新找啊 天津这地方什么人没有啊 老派 新派 中国人 外国人 比王爷好得有得是啊 您随便挑啊 呸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还外国人呢 我看见他们脸上跟鱼刺似的白毛 我就恶心 是是 你说你们啊 你们这些新派呀 拿离婚啊 结婚啊 就那么随便呢 当小孩儿过家家呢 当儿戏啊 您别生气啊 我这不是为您好吗 您要为我好啊 就帮我办件事 什么事 您说 这天津还真没我办不了的 那好 有一所英国人办的要华小学知道吧 那可是所贵族学校啊 就一个字 贵 我怕贵吗 我怕花钱吗 你呀 该怎么办怎么办 死活也得把我的格格送进去 就租饭饱啊 殷香 你跟徐二爷带格格去溜溜神 我跟万大阁这还没尽兴呢 是 格格 走 格格 来来来 咱们走啊 这屋里似乎缺了点什么呀 倒是没闹过贼 嘿嘿 不对呀 我记得 这墙上有王于阳一幅字 是不是已经化作杯中酒啊 没想到王爷捉襟剑之后 福何至于此吉也 我 我记得 那福字整整一百块到手的 脱手一百五十块 净赚五十 还白白挂了六七年呢 对了 你还没说到北京找我什么事啊 原本令夫人托过写封信 我想 还是面谈得好 你告诉他 人生如下棋 落子不悔 落地生根 你告诉他 人生如下棋 落子不悔 落地生根 格格挺好啊 王爷如今囊中羞涩 固然穷而弥奸 然而 恐怕误了格格的前程啊 不如让他去天津读书 孙夫人也想一想天伦之乐 岂不是一举两得啊 那银杏呢 银杏可是他亲妈 就得活活拆散 银杏也是人 王爷 王爷 我乐意 你乐意什么 就像万老爷说的 让妞子上学去 再苦苦大人 不能苦孩子 为了妞子 我什么都舍得 你就不怕她 留在天津 回不来了 留在天津 回不来了 天津的妈 也是妈 闹了半天 我倒成了恶人 你做主吧 来 慢点儿 曼大哥 全托付给你了 他要是亏待格格 立马回头 您就放宽心吧 慢点儿 格格 跟您阿玛拜别吧 阿玛 我走了 好 到了天津 听额娘的话 来 跟幸仪辞个行 阿玛 阿玛 幸仪不跟我一块儿走啊 幸仪走不了 就不去了 幸仪不去 我也不去 我要幸仪 我要幸仪 幸仪跟我走 我要幸仪 幸仪跟我走 阿玛 你就让幸仪跟我走吧 我要幸仪 幸仪跟我走 我要幸仪跟我走 阿玛 你答应我吧 答应我 不许拉倒 是求着你啊 学生不兴这样的 羞啊羞啊 你们先出门 我跟她有商量 都走了 你还能我给谁看呀 杏仪啊 也想去天津 也想看我格格念书 可是咱们都去了 就剩你阿玛一个人 多孤单哪 那 那让她也去吗 她也去 那这么大一个家交给谁呀 竟等着招贼了 等咱们回来呀 就无家可归了 管我去呀 格格是大孩子了 咱们哪不让人笑话 高高兴兴的 咱们回来 等放了架 再回来看杏仪 好吗 杏仪 你哭了 没有 杏仪这是高兴 就这毛病 我越高兴啊 就越难受 没事 不哭了 不哭了 乖 不哭了 乖 可怜的小格格呦 在北京亏嘴亏大了吧 受委屈了是不是 来 再吃点 没有啊 甭嘴硬 那北京 有朱古丽吗 有 那个法国面包房 做的洋点心吗 北京有冰激凌吗 那我也不受委屈 临走的时候 你阿妈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提我没有 没有 那个没良心的 他说了 让我听你的话 那还用他说呀 我的闺女 不听我的话 听谁的话呀 倪姓呢 他也舍得 他不舍得我怎么来呢 假门假事的 哭得跟个累人似的吧 他说他高兴 还算他懂事 也不看看 是谁调教出来的 是吧 你阿妈 骂我了吧 没听见 我都听见了 你还没听见 您听见了 在天天听见了 梦里 他骂我来着 哥哥回来了 哥哥 快 叫叔叔 越长越可爱了 小唐 说正事 药华学堂 那事办得怎么样了 难度之大 出户想象了 药华中学严格之急呀 小方说 原则上不招查班生 就连内务大臣的孙子 江西都军的千金 都拒之门外 那我们哥哥就上不成了 哪能啊 看吧 您急的 您怎么不早说呢 那 说吧 怎么 怎么谢谢你 怎么打点英国人 我这儿不用 什么叫帮忙 英国人哪儿 我都替你打点完了 怎么能让你破费呢 英国人不在乎钱 就喜欢文物之类的国粹 我这儿有啊 那 你随便挑 您这儿的东西呀 太贵重了 我送他俩小玩意儿就打发了 您就甭操心了 看不出来呀 你还真行 得嘞 晚上请你吃鱼翅夜 我这儿 您看不出来 您可以啊 这儿 您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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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儿 你塞了 您买三盆 您买三盆 你做的 你买三盆 我也有有 你 您看不出来 您在买三盆 走什么路子 我想编个县 朕到这一步了 走投无路了嘛 只好卖祖宗了 您可别笑话我啊 不可笑 不可笑 自民国之后 贵八旗的人 靠着荡荡过日子 不在少数 您怎么不送当铺 早晚也有个熟啊 还有那日子吗 我呀 是才去身安乐 当铺不行 刘立场也甭提 我怕呀 小报上拿我当新闻 死要面子活受罪 又没有别的朋友 只好求您来了 您说是八大山人 就必是八大山人 可是要卖到宅门里头 人家必问来历 还得给您捣出来呀 不卖宅门 不卖宅门啊 可是这么贵重的宝贝 这寻常百姓家 谁买得起啊 您要是不过意的话 令人先给您凑几个 用不着买东西 您是您的 那是一句一句唱出来的 我花着寒碜 算我借您的 什么时候有 什么时候还 别别别 有日子借 没日子还 那还不如明抢呢 您这要是不行啊 我再找别人 您留步 您要是真打算出手啊 我倒想起个地方 哪儿啊 算了吧 就算我没说 那地方不是您去的地方 是身份呢 我早就把那身份哪 叶把叶把揣兜里了 鬼市 鬼市 三更开市 五更散 如果您要去 我也乔装改办 舍命陪君子 给您哪 虎回驾 去 去 八月是五啊 月光明哪 主子回来了 你们俩这是刚起来啊 还是一宿没睡啊 您不回来 谁敢睡啊 谁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跟于老板 于子龙跑了趟鬼市 开市大吉 那幅山水卖了八十 殷仙 拿着 给我干吗呀 你现在是管家大奶奶 钱全交贵上 我当不起 殷仙怎么了 变眼变色的 没有过呀 可您也从来没有过夜不归宿的时候啊 哪怕您圆圆一身呢 我也不知道去鬼事啊 是于老板临时想出来的 主子 主子的事啊 奴才不敢问 可是您也得让仙儿姑娘放心啊 昨晚她在那石板地上溜溜地做了一夜 没动窝啊 我真没想那么些 我以为去呆呆就回来了呢 那鬼事啊 可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真话也有 不多 亨蒙拐骗偷可一样都不少 关在王府这两扇门里啊 真成了傻子了 谁想到啊 在天子脚下 现在应该说是在大总统脚下 还有那么多猫腻 于老板说了 各有各的活法 音箱 等了我一晚上啊 真对不起啊 不敢当 你看 我这儿都给你赔礼了 算我错了 主子还有错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屋没主子 可您这一举一动 还是主子的身份 你承携气我呀 音箱 音箱 你给我说明白了 我现在哪儿还有主子的样 周要糊了 你先说明白了 您自个儿是痛快了 心里还有别人吗 世道这么乱 整夜见不着人 别人担不担心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别人还活不活了 不至于的 敢给我下黑手的人哪 压还没长齐呢 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不不不 说说说说 就算我没说 要不这样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我一定事先向您告假 谁让您告假了 周 好啊 哎哟 尹先生 您来了 我一点声音都没听到 我怕缴了您的公事 我没有公事 我在等魁女士起床呢 她在睡觉 她这觉不定睡到什么时辰呢 您是盲人 有事跟我说吧 好 她要向我咨询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还真有闲心呢 婚都离了 休也休了 跟法律不沾边了 三五年里头 就不用麻烦您尊驾了 她女儿在学校的情形 我也该向她汇报啊 这也是句淡话 这格格在学校什么样 她自个儿会跟她妈说的 我就不留您了 回见 不可理喻 你两头还没吃够啊 也该换一尖了 别一棵树上吊死 谁呀这是啊 贤妹呀 是我呀 就你一个人 咱阿玛去上海了 听说那边势力挺大 这吴佩孚拦不住了 她去找找路了 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 南边缺老头嘛 我还没听说过呢 不瞒您说 我都想去摸摸路子 那就赶紧去啊 还跟我眼前晃有什么劲的呀 还是那句话 好汉无钱他事不成啊 你没钱 你连路费都没有 那你就要着饭去吧 不是路费 他我上海人生地不熟的 谁认识我呀 更别说谋个差事了 这北京人有的 上海人见不着的 而且是一见着准能震住他们的 是什么呀 鼓啊 我要是有个三两件的 壮壮胆 那南边我也能平汤啊 叶维哥 绕了八个弯 您还是打我的主意啊 免开尊口 没门 我花钱 我买 我不卖抄家货 不 你这都是死钱 换点活钱不好吗 不好 我留着它当玩意儿用 多少钱都不卖 不 你怎么防我跟防贼似的 别让那小白脸撒瓜俩走了 给你蒙了去 到时候你哭可都找不着掉门 谁是小白脸 我刚轰走那个 这个 什么 小唐来过了 这你可是不打自招 我可没指名道姓 你混蛋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你配当哥哥吗 我就是找六百个小白脸 你也敢瞪眼 我还跟你说 我现在是未婚 谁也管不着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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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滚了啊 什么东西 这这这这 这这这 这这吗 好好好 就这来 往那儿看啊 往那儿看 好的夫人看这里啊 笑一笑 笑笑 这张好极了 包您满意 完事了吧 还有最后一张 摄影师 再来一张啊 笑一笑 笑一笑 好 夫人看这儿 笑一笑 笑一笑 自然一点 这张不错吧 看您这身材 这张好 好吧 好好好 我一想您就喜欢 看笑得多甜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跑出过你来啊 什么 这照相馆弄错了 这太滑稽了 我要向他们索赔 正是的 这要让别人看见了 那算怎么回事啊 好像我怎么着似的 我 我可不是那 不三不四的女人 夫人息怒 不过 在这天津 尤其是租借 这男女合影 也是很平常的事啊 男女混杂 还平常 必然作为夫人的法律顾问 冒昧的高攀一句 这也算是夫人的朋友吧 顾问归顾问 朋友归朋友 我不能让人说 这男女授受不亲呢 好好好 其实 这雇员跟雇主合一张影 再正常不过了 我正想请示夫人 夫人对于自己的私有财产 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有没有什么自我保护的措施啊 这是英租界 这儿有警察 谁还敢抢我 我怕有人巧取豪夺 谁啊 谁打我主意 书不见亲 我还是不说 那可不行 你掰开包子 只让我闻味 我连信都没看清楚呢 你必须说 令兄 英海儿 按说我是没有资格说这些话的 不过我都为人您清楚啊 不忍心夫人一个弱女子 财产被人掠夺 她呀 有这心 没这胆 不然 令兄惦记着这是明摆着的 哪天要是真出了差错 后悔可就晚了 不如提前采取保护措施 是 比如把您所有之前的东西 都存到英国人开办的保险公司 那 那就安全了 当然了 万无一失 是 喜衣服呢 你来干什么 昔日王谢堂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全变了样了 谢儿 受罪了吧 受罪我愿意 这都是受严的吧 光洗不行 还得僵 我会 想不想格格呀 我可刚从天津来 你看见格格了 你学上 听说考得还不错 就是念书太辛苦 他 他胖了还是瘦了 那你到天津看看去啊 打着火车票不就去了吗 他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搁在旁人手里 放心 你可别太大撒把喽 哥哥怎么了 叫我怎么说的 眼下倒没什么 有吃有喝有人伺候 可这往后 可就两说着喽 谁来了 哎呦 是我呀 王爷 婴孩 婴孩是什么东西啊 没听说过 学儿呢 往后这闲杂人等别往这院子里放 昨晚上不还丢只猫呢吗 他刚从天津来 烧了个信儿 去去去去 哎 我是专程来给王爷请安的 哎 信呢 啊 是口信 口信 呵呵 他还敢让你烧口信 他可是你亲妹妹 还不知道你是什么变的 就不怕你烧东西烧少了 带花带多了 哎 不是他带的信儿 是哥哥 我真是难以启齿 您说 说了吧 怕里外不是人 要是不说吧 又怕对不起王爷 没人替你拿主意 王爷 我这儿有点东西 请王爷过目 这是谁啊 唐律师 王爷真是慧眼 就是唐律师 怎么了 姓唐的不就跟他照张照片吗 照一落也没人管 王爷 您没瞧出什么蛛丝马迹吗 您瞅 贴得多近哪 他又不是我什么人 爱跟谁照跟谁照 爱不着我事 哪怕他跟当政的奖外员长照呢 只要他够得着 这姓唐的小子十来岁呢 般配嘛 有钱难买乐意 再说了 他有下家也不错啊 下半辈子不用耍单了 王爷您可真是宰相肚里能称传 大人大量 可这姓唐的他不是东西 他是天津卫有名的拆白党 专门吃软饭哪 物以类据嘛 你们俩煮一锅里不串味 王爷 我知道 我在您眼里是翻不过身了 可这事还是事啊 这姓唐的 能看得上他半老虚娘吗 他是涂他的家财万贯 用不了三天两早上 就得给他花了光了 你妹妹也是个精明人 她能看不出来啊 当局者迷 五迷三道 我都说不进话去 要我怎么敢来请神仙呢 谁神仙 我 当然是您了 我跟令妹毫无瓜葛 她就是把家财全舍了 我也管不着 那 那就苦了咱们哥哥喽 别听婴儿的 她的话哪有准啊 土谋家产 我看哪 她就是头一个 说不定啊 她捞不着 这才怀恨在心哪 可那相片 咱们的福建也是 你说要找 总得找个老实厚道的 等迈出这一步啊 她就别想回咱们王爷府了 今儿吃烤了啊 我可真饿了 我去天津接妞子 你还真怕她把孩子也卖了 没那事 敢请您站着说话不腰疼 福建再怎么说我不敢察言 可是妞子经不起 跟着我 我放心 我放心 就是要饭也得跟着我 不能跟着别人 要去天津也得我去 不就接个孩子吗 夏儿 你让我吃饱了饭再去行不行 吃饱了好打架 你可千万别打架 好好说 甭教我 您瞧 全存保险公司去了 碰掉一个渣 英国人也得陪我 陪你 全是英文的 你看得懂吗 小唐懂英文呢 小唐 就是那个当律师的 还有谁 反正交给他我放心呢 此人难说 新派倒是新派 可也是无力不起早的主 就你离开少王府那事 他就没少吃黑钱 咱不能让人白当差呀 人不也得养家糊口不是 顾奶奶 你听阿玛一句良言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说万一他存了什么坏心思 居心叵测 茅材霸产 你有什么办法吗 他说 那些都是经过法律公正的 你亲自去了 全是由他代理的 哎呀 小姑奶奶 你阿玛我可是 浣海沉浮了一辈子 什么奸臣枭雄我都见过 咱不能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呢 不管怎么着 你也得和我商量商量不是 您不是一猛子扎上海去了吗 背不住跟那儿养个小子呢 可你哥哥在天津啊 就您那宝贝儿子 歇了吧 还不容忍小唐律师呢 你呀 先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把这些证明 都翻译成中文字 咱好心灵眼亮啊 那 不是显得 咱不信任人家吗 除了我亲娘老子 谁我也信不着 信了 准倒霉 香烟了 香烟了 老刀牌香烟啊 香烟了 香烟 少爷 您先在这儿歇歇脚 我去打个票 头等车吧 到了 三等吧 闪点试的 好 到了 那儿可以 别光别光 回去吧 阿玛 唐律师在电话里说 中文正在翻译 明儿一早就送来 闺女啊 你上当了 我找了几个懂阳文的朋友 请他们看了 人家全都乐了 说这是赠与文书 赠与文书 你还没听懂啊 就是说 你心甘情愿地 把这些珠宝瓷器 全都送给姓唐的了 闺女 闺女 你这是怎么了 和娘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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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和娘 万大哥 吴航艺 怎么不说一声 臣好去车站迎接啊 长这么大了 叔叔好 还认得我不 万大哥 万大嫂 我这次来得及 没跟你们烧什么东西 别天怪啊 您来了 比什么都强 还有 还有件事得麻烦你们 今天晚上我得在这儿借个宿 不打扰吧 没说的 我们娘俩睡小屋 我先带孩子睡觉去 待会儿给你收拾床铺 走吧 王爷子来 是不是要去借见皇上啊 皇上 哪个皇上啊 天无二日 国无二君哪 皇上早来了天惊寻兴 就在张园 臣去请过安 皇上看上去气色好得很啊 各国的洋人都常去朝见皇上 看来啊 天不灭清 后清有望啊 王爷 你怎么会良心呢 良心就跟我失了啊 我 我的哥哥呢 我闺女呢 我闺女 我的哥哥呀 我的哥哥呢 这就来了 来了 来了 闺女 你呀 你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哈哈哈哈 妈窮了呀 哈哈哈 小姑娘 不早了 歇着吧 睡不着 怕闭眼 闭上眼就做噩梦 梦是心头想 醒来还得活呀 父亲 父亲 会把格格还我吗 王爷不是去了吗 他既然答应你了 他就准能办得到 他是个爷们 他就要求他 他就要求他 帮他 他就要求他 他就要求你了 他就要求你了 帮他 怎么还不睡啊 写什么呢 替王爷带笔 他要见皇上得先抵折子 不就是张缘吗 又不是紫禁城 皇上也是居家过日子吗 皇上永远是皇上 规矩一点都不能错 写错了一个字 全白写了 还得冲抄 我怎么觉得 你像小孩过家去 不管别人怎么样 自己个儿跟真的一样 当然是真的了 去去去 你不要打扰我 去去去 我不打针 给我走 走 走 我没病啊 魁九爷 你还愣那儿干什么呀 赶紧去找啊 找那姓唐的去啊 好 姑娘 我这就去 这就去啊 这菜正好吃 这叫什么菜 这是天津的芝士 叫嘎巴菜 我说怎么吃起来嘎吱嘎吱的 好吃 大公子呢 上学去了 这么着吧 你啊 你啊 替我跟他说一声 我得出去了 我给您带路 不用 我自个儿认道 您去过张园 我不去张园 我去马场道 你不去见皇上啊 折子我都给您预备好了 皇上跟前又不缺我一个 免了吧 昨天夜里我特地给内务府 容忠堂打了个电话 皇上正等着王爷呢 那年在摄政王府 他晾过我 这回啊 我也晾他一回